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俄乌战事的最新消息 1.乌军改口称黑海舰队司令死亡情况尚待确认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乌军特别行动部门在TG上发布消息 更新了关于俄军黑海舰队司令死于导弹袭击中的说法 消息称 周所周知在对黑海舰队总部的导弹袭击中 34名军官被打死 现有消息来源称 遇难者中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 由于俄体上的碎片分散 许多人至今无法辨认 由于俄罗斯人不得不紧急发布一份据称其还活着的回应 我们的部队正在确认信息 此外 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则对该消息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据悉 继乌军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被导弹杀死后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信息显示 该司令出席了会议 但画面是静止的 二 加拿大议长因乌坎老兵事件辞职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此前组织与参与在议会 向曾经参加过德国党卫军的乌坎退伍士兵 表彰的加拿大夏议长罗斯宣布辞职 其声称我必须辞去议长的职务 我再次对我的错误深表遗憾 他强调 议会公开承认98岁的亚罗斯拉夫 刚科是党卫军加利西亚分部的成员 是伤害了个人和社区 包括犹太人 波兰人和其他纳粹暴行的幸损者 据悉 该表彰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和加拿大总理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此外 波兰教育部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波兰正在考虑是否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该纳粹前成员 三 波兰媒体称去年造成两人死亡的导弹来自乌克兰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波兰媒体透露 2022年10月15日落在波兰边境城镇 普舍沃德的领土上 造成两名农民被炸身亡的炸弹来源 波兰调查人员已经调查清楚 该报写道 尽管乌韩方面拒绝合作 迄今为止没有向波兰提供任何材料 但调查这起已知悲剧的调查人员 对其原因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一观点是明确的 排除了导弹可能从俄罗斯发射的可能性 波兰国家检察官卢卡斯·拉普钦斯基说 在调查的现阶段波兰的调查证据行动已经完成 因此华沙向基辅提交了法律援助申请 正在等待答复 尽管保密波兰记者还是能够收集到去年11月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是S300的5B55防空导弹 波兰检察官知道它是从沐海防空系统的哪个地方发射的 该报写道 据悉去年11月15日 一枚导弹落在了波兰边境长镇 普舍沃德并爆炸 但波兰高层始终保持克制 波兰总统杜达当天晚上表示 华沙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谁发射了这枚导弹 但乌克兰当局特别是总统资连斯基 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悲剧发生三天后 杜达确定的说这是一个事故 暗示导弹来自乌克兰 四 白宫列举乌克兰获得援助必须的改革清单 据乌克兰真理报9月25日消息报道 美国白宫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派尔向援污协调平台列举了乌克兰当局 为进一步获得军事援助而必须进行的改革 这封信也被发送给了乌克兰总理丹尼斯 史米加尔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据称 该文件规定了要求乌克兰改革及其实施的时间 三个月计划 三到六个月计划 一年计划 一年半计划 改革涉及国有企业监督委员会 反腐败机构 最高司法委员会和整个司法机构的运作 五十月一日起乌克兰女性开始进行军事登记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烈德姆琴科 接受电视采访时透露 从十月一日起 乌克兰女性医务人员将被强制征兵 但与男性不同 目前还没有计划 对他们实施出国限制 他强调 根据现行立法 对乌克兰公民出国的限制 适用于征兵年龄的男性 从18岁到60岁 同时该法规定的一些男性 可以出境的条件 至于女性 只有政府的涉及公务员 和一些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决议 限制他们出境 其中包括政府部长及其副职 其他中央行政机构负责人及其副职 总统办公室主任及其副职 总统设立的其他附属机构 和部门负责人及其副职 一些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副职 议员 地方政府领导人及其副职 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各类的官员 例外情况是出差去治疗 和探望未成年儿童 六 阿列斯托维奇 乌安征兵规模将大幅增加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乌韩总统府前顾问阿列斯托维奇 接受记者瓦西里戈洛瓦诺夫采访时表示 俄乌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三年 军事动员将加强 许多人将不得不参加战争 国家将迫使雇主将所有在职男子 登记在军事登记册上 他说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的话 那么肯定有很多人都要去参战 这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去还是半年后去 我们不知道战争会持续多长时间 如果再过三年呢 相信我 所有的男人都会去 他补充说 武装部队中的新人员 需要用于突击步兵 据他介绍 一年前 乌克兰有350万的男性 没有在军事登记册上登记 国家将近一切努力找到他们 七 乌克兰不会使用美军战术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乌克兰对俄强硬派 国安国防委员会秘书长 丹尼洛夫接受西班牙媒体 ABC采访时称 乌军不打算使用美国 很快可能转让给乌克兰的远程导弹 来打击俄罗斯联邦领土 丹尼洛夫说 我们不会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他们 我们与合作伙伴在这方面有协议 他表示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将仅用于保护乌克兰领土 此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拜登政府即将公开宣布导弹转让 但他们会用急速炸弹弹头 八 乌克兰收到的美国坦克不到总量的一半 据乌美9月26日消息报道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乌克兰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已经收到了美国承诺的31辆M1 埃布拉姆斯坦克的不到一半 据纽约时报9月25日的报道 首批埃布拉姆斯坦克已经在乌克兰 9.去年说是冻死欧洲 以为石油天然气是筹码 结果德从俄的能源进口变成零 能源价格也是巨强了 还被欧美限价了 前几天停止黑海农产品运输协议 以为是筹码 乌克兰在协议到期之前 就炸了克里米亚大桥 丝毫不顾这个所谓的筹码 乌克兰又不缺粮 缺粮的是非洲 乌克兰也不差这点钱 反正欧美给钱 俄以为俄煤气罐是筹码 结果俄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匕首导弹 被爱国者百分之百拦截 俄S400拦不住风暴阴影 俄的煤气罐也不是筹码的 煤气罐还有多少令人怀疑 没有几个突破美帝反倒 更令人怀疑 美帝根本就不在乎俄的煤气罐了 俄还有什么筹码 小泽司机说过 俄全部撤军后才可能谈判 现在根本就不谈 谈判也指谈俄的赔偿啥的 还有人天天做梦 说乌打不动要谈判 或者低烈度停火 甚至做梦三八线啥的 乌就是打不动 也绝不会谈判 俄能拖得起吗 俄拖下去只会聚损 事实上 英美巴不得俄拖下去 长期对俄进行巨大的消耗 乌克兰能拖一百年 欧美给点淘汰的F16 F18就行了 欧美多的是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相对 一会儿的 对俄能拖了 对俄能拖 带俄能拖 一会儿的 带俄能拖